大片稻田央苗随风摆动 不过仔细一瞧干枯均略一片 数十公顷稻田残遍月球表面 缺水缺很大 台中大亚区稻田竟然在最需要灌溉 用水时无水可用 这个时候如果缺水没用 这一两个礼拜大家都在抢水 水的量就只有这么多 然后有的人已经一两次 因为我们大概五天半有一次的水翻 有的人已经两次都没有灌溉到 已经抢到很多人都睡眠不足 忧心到一整夜无法睡 明明前一波春雨让石岗坝瞬间满水位 现在当地农民质疑是上游的石岗坝 位移规定放水 导致下游放水量不足影响到作轮贯生长 我们这边是轮贯区嘛 所以其实时间到的话都 就是水来的量也少 然后时间也缩短 这是不是政策上是可以应对的 你提早跟我们宣布 或者我们农民自行会调配作物嘛 不管教不教训 好像感觉是在教训农民 其实农田水利鼠放流水 有一定计算公式 但水位有分内外水位 两者相差50公分加上曲线微调 石岗坝管理中心这一回采用到旧资料 才导致出现误差并非故意偷减水 水倒是在刚好在节水期 所以最需要用水的时候 这个目前我们现在看到这些水稻的部分 这些已经都报销 这个现在如果再灌水也没有用 目前正值羊苗生长期 偏偏遇上上游没放水的大乌龙 现在经过厘清紧急补足放水 以免才刚种下的羊苗哭死 造成农民严重损失 欢迎新闻红市城高临景台中报导 请订阅按赞分享 欢迎新闻YouTube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及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